貪路者 進入你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貪路者 進入你的世界 那我們今天呢 現在在這個地方是在王宮 他有一個小型風力發電廠 不過後面這個齁 他已經廢棄了 就是他以前有一個風力發電計畫 然後後來好像沒有成真 所以他就建了一大堆這個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特殊的風景 因為他是小型的 跟我們大型的風力發電不太一樣 然後又一整片 所以我覺得蠻特別的 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因為我們故意走海線 走那種人家說的窮人的高速公路 為什麼要走海線 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然後我們預計在明天 禮拜一的時候去攀登那個 陽明山上的向天湖 有需要攀登嗎?陽明山 也是要攀一下 陽明山的向天湖跟向天池 然後馬上去找一種雨季限定的奇怪小蝦蝦 他就叫做 我一直以為要去看雨欸 沒有那是一種蝦 他就叫做 胡藻之蛾蟲 就有點像山葉蟲那種東西 然後他就是有下雨才會出現 至少要下雨超過九天積水 他才會孵化這樣 所以剛好上禮拜就有下一個禮拜 對阿所以我想說 碰碰運氣沖沖看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為了要避開 假日的車潮 所以我們就走海線 走海線也順便逛一些奇怪的地點 所以這是我們奇怪地點的第一站 也是漫遊啦 對漫遊 所以我們就是今天 你們就跟著我們一起漫遊奇怪的地點 對我今天只排了三個奇怪的地點 想說就是慢慢的滑下去 阿因為我查了氣象 他說中午之前都會晃 所以我們是預計 希望可以在中午過後到達淡水這樣子 好喔 對好那我們現在來逛逛這個 很特別的這個王宮廢氣 廢氣的小型風力發電廠 好那我們現在逛逛這位的風景囉走 走 我們在旁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再前往下一个地点 我下一个地点我是定在哈利滨也看很多人去过 那我也没有去过 所以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往下一个地方去啰 走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县西村 这个算县西村 县西村的哈利滨 那它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哈利滨 因为它这边就是退府会 为了照顾那些退休官兵 所以它这边做一个蛤蟆的养殖场 蛤蟆的养殖场呢 因为它这边以前的海比较靠内陆 然后后来因为做海滨新生地 就是那个张宾工业区 然后还有61线拆破之后 这边就慢慢废弃了 然后这边就饶兵就慢慢搬落 然后就留下这些历史件 你看那个树是有在修点的 这就是有在顾啊 才会这么圆啊 是啊 盘的声音很大 那你在这边拍摄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这个每一个窗户都很像 但是又有些微的不一样 那我觉得它这个艺术性是非常有 它有共通性 然后又有不一样的这个呈现 那蛮推荐各位来这边观赏 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窗户 每一个门 你去看它的时候 它都不一样 为了一个小废墟 然后又蛮安全的 而且它最好玩的就是 门跟门之间 窗户跟窗户之间 如果你想要拍摄这样的关联形 就不妨可以来哈利比尹走一趟 那我们现在呢 要往下一个地方前进咯 走 那我现在来到县西的这个湿地 那这个湿地呢 它在干草的时候 车子是可以开进来的 那你就可以开到这个 中间这边有一个海边小屋的地方 然后可以欣赏这种类似 就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 然后上面有一个荒凉的一个小屋的这种风景 对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推荐给你们大家 它是县西湿地 然后旁边这边呢 它旁边这边就是那个 蝦菇的这个保护区 所以它这边 旁边这边是尽量就不要进去 然后你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湿地的风景 然后生态非常好 你可以在路边就看到 招草蟹 然后还有很多的和尚蟹之类的 那我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 这附近有什么好看的吧 走 这附近有什么好看的 再去看看 是哪些东西 两个下头 另一字篇 本来说是哪双蟹之类的 另一字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我们现在逛完了这个线西湿地 那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地点,我们继续北山 然后去那个淡水 它算是61线的尾巴 然后再走半渡大桥再过去一趟 那我们就继续走咯,Go! 哦,经过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那我们终于从早上的地方 来到淡水啦 珠海淡水密食 那我们现在就要继续逛 然后密食 然后顺便如果旁边有看到漂亮的再分享 这群路也要继续走 等下来 这群路也不一样 好 好,那我們現在吃完晚餐了 那我們就在淡水老街這附近 就是這樣走走逛逛了一下 那我們就是來這邊逛逛之後呢 突然想到要吃魚酥對不對 對 那我們吃了一下呢 就有個評測這樣 嗯,這個是何一魚 這個是許意 嗯,我們剛開始就是各買一包 然後就打開吃 然後最後我們是選他 許意 因為他一開始他味道比較突出啦 對,然後何一是吃完的時候 沒什麼感覺 因為會有一點苦味 然後他薄薄的 然後脆脆香香的 酥脆酥脆 嗯,何意啊 他越吃越有味道 耐吃啊 耐吃,吃了比較久 然後他是一開始驚豔 對,他一開始驚豔 可是他沒有辦法吃久 如果你想要減肥的 因為後面就會變甜了 對,你想要減肥的 你買這個 吃一下就好 對,因為你會覺得 欸,好像越來越甜 然後會有點變乾 嗯 想要喝茶 可是他不會 對,他就是適合整包客丸 對,他會不小心 你就會一根一根就把它吃完 很帥氣 這個是一開始很驚豔 所以兩個各特色不一樣 這個是常吃 吃很久 這個是一開始很驚豔 少量吃 對,都好吃 那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要回飯店 飯店了 去休息 我們今天大概八點就要睡了 因為我們明天五點半就要出門 好 對,然後明天就要攀登了 對啊 那希望你們也喜歡我們今天這樣子 路過的 亂七八糟行程 也不亂啊 也不亂啊 但是就是有盡量把 把漂亮的東西呈現給你們看 對對對 然後淡水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覺得一天不夠 就是要慢慢的看 慢慢的觀察 我不知道他這麼漂亮 因為我已經十年沒有來了 哇 因為想說這種拔辣的地方 拔辣的景點 有什麼好來的 就像安平老街一樣 有什麼好來的 都就是逛爛的 所以十年之後 結果我錯了 這裡為什麼會逛爛 因為他真的越來越漂亮 然後他 現在剛剛在這邊啊 我們拍這個倉庫啊 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然後拍起來很像外國 就讓我們沒有辦法出國 出國的感覺 對,有一種FU 然後因為今天他就是 那個有下雨嘛 所以他水氣比較重 所以山頭就有個水氣 然後再搭配這個黃金石刻 哇,真是美爆了 對阿對阿 好,那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 那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我是山路澤 記錄你的世界 掰掰 掰掰 我知道 有錢 很好 你知道嗎 這些 inteiro 另外 在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